我们是JPE 我们是一间40年的企业 我们公司专营仪表阀门管阀间接头 我们集研发制造生产与销售一体 那我们的主要客户群呢 是电子半导体石化石油化工 天然气领域以及新人员产业的一些大客户 我们的客户骗及了台湾以及海内外的市场 包含像是大亚洲区啊 或者是纽澳中东欧美等等 老实说JPE在之前啊 其实对于品牌这个概念是非常抽象的 甚至于是一知半结的状态 真正引起我们想要做品牌之路呢 其实是源于有一间国际知名大厂 想要对我们进行收购的动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发现 诶这个国际知名大厂 怎么会售价是我们的好几倍呢 后来我们就发现啊 原来是品牌溢价的一个效应 他们的价格 因为品牌溢价的关系 是我们的好几倍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开始引发了我们想要做品牌这样的面向 希望可以创造更有利的品牌价值 达到品牌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包含说像人员的不足啊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的需要技术部的这些梳理 跟输出他们的专业的知识跟技术文件的传承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压缩我们的时间 甚至于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沟通 然后以及内部的一些协调才有办法完成 我们参加品牌计划这两年的一个收获 其实我们投入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的预算而已 我们的核心团队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 在梳理自己的技术文件 才有办法做各式各样的素材的输出 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台经院有这样的计划 可以协助我们做这样的品牌梳理 品牌改善的计划 让我们同步在梳理我们的品牌的过程中呢 然后创造品牌有利的价值跟效益 我们对品牌的投入不会停止 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的挑战 转化成为我们内部前进的动力 最后我用一句我们的slogan 作为品牌的助用名给大家 勉励大家 也就是turn pressure into power 还要请听一次 最后妨礼同学 我们下期觉得 真的如何语解